最近吹風機流行旅行用迷你版 不論是三天兩夜的小旅行 還是游泳跟健身 迷你版的吹風機隨身帶著走 哈囉大家好 我是Vogue美容B級正方 像我自己每次出國玩的時候 或者是在台灣島內三天兩夜旅行 我是一個一定會把吹風機帶著走的人 因為有一些民宿或者是飯店提供的吹風機 實在是很不行 像那種壁掛式的吹風機才吹沒幾次 可能就停用 或者是我吹了十分鐘頭髮都吹不乾 所以我覺得旅行用的吹風機真的非常非常的必須 那你知道選擇旅行用的吹風機有哪些要點嗎 我會選就是風力是夠集中 然後熱度它也是夠集中 這樣我吹頭髮會比較快 快很準 這是我第一個會首選在 就是我會選擇它是體積小 因為我攜帶方便 因為我出國已經是東西很多 我希望它體積很小 讓我又輕 這個就是我的化妝包嗎 不是 這就是我自己的吹風機包 那這一台吹風機是我大概用了三年 他們三年前有推出這個限量的紫色包裝 旅行版的雙瓶吹風機 那我自己會準備一個小鏡子 這是我的吹風機 它就是那時候限量的紫色 然後因為你知道露營的時候 在吹頭髮的時候我習慣看鏡子 所以它這個盒子裡面我還裝了一個你知道 專屬的例鏡 這樣子呢 我在露營的時候坐在那個躺椅上面 我可以 其實它還有燈 就是坐在躺椅上面就可以一邊吹頭髮 那因為它這一支真的風非常的強 因為它畢竟GHD是做專業吹風機起家的 所以它的風力非常的強勁 重點是它其實是雙瓶 不管你出國到哪個國家 你只要調整一下就可以用了 那它的風力真的是蠻強 我可以開一下 大家可能聽聲音就可以感受得到 其實它真的很快就可以吹乾頭髮 重點是它也可以摺疊 然後收納起來 所以我覺得這個是蠻專業的 就是旅行用的雙瓶吹風機 那如果你真的是很講究 就是我連出去外面的吹風機 也要用到很高檔 這個是很好的選擇 接下來我要介紹三支 它們有一個共同的特色 就是不但是旅行用 而且是女孩看了會尖叫的 櫻花粉的吹風機 像一般的吹風機 大部分傳統的吹風機不是黑色 好頂多時尚一點白色 或者是香檳精啊銀色 很少出到粉紅色櫻花粉 那大部分都只有日本才會有櫻花粉這種顏色 喜歡粉紅色櫻花粉的女孩 都可以拿到粉紅色的吹風機 那第一支啊就是這個 就是沙軒最近才上市的這一支 它叫做等離子水膜吹風機 什麼叫做等離子水膜吹風機呢 因為啊一般的吹風機吹出來的熱風是從這邊吹出來 那因為它裡面多了兩個進風口 就是這邊有一個口 這邊有一個口 等於說它在熱風吹出來的時候 它這邊會同時把空氣中的冷空氣打進去 打進去之後呢 它吹出來的熱風就是一個冷風 中間包著熱風的一個風速 所以那空氣裡面就有很多水分 一吹在頭髮上等離子的水分 就可以立刻附著在你的頭髮上 所以你在吹的時候頭髮就會越吹越水不會乾燥 這是他們最新的科技我覺得也蠻厲害 可是可能是因為它用了蠻多科技 所以我覺得這一支相對之下是蠻重的 就是跟其他比較起來是蠻重的 那可是我覺得它的設計真的蠻漂亮 因為就是櫻花粉 跟這邊有香檳玫瑰金的顏色 而且它的連電線 連電線都是粉紅色的耶 我覺得這是一般比較少人會做到 連電線它的插頭也是粉紅色的 那為什麼我說它可以履行用呢 因為它也是可以折疊 再加上它的電壓也是110跟220 所以你只要利用一些什麼硬幣啊 就可以轉 所以也可以帶出國 那我們來聽一看它這個吹風機的 這個吹出來的強度 這是冷風 所以它有恆溫的溫度 還有快乾的溫度 不過它的那個聲音聽起來是比較高頻 習慣這樣聲音的人 其實用它也不會覺得不舒服 那這一支吹風機是我覺得 就是最近市面上 顏色真的做得很漂亮 可以讓頭髮很快的吹乾 以及保持它的濕度 第二台那個櫻花粉的吹風機啊 是這一台 Pingo的這個 掌上型的吹風機 其實我當初看到這個吹風機 我覺得有點好笑 想說這個是吹風機 而且它真的很輕 它只有180幾克 不到200克很輕 然後欸怎麼沒有電線 這樣到底要怎麼吹呢 後來我就仔細的研究一下 我覺得這一台還滿神奇的欸 因為呢它就是台灣的品牌 叫做Pingo 台灣精工出的產品 那它的電線其實是可以分開來的 因為一般的吹風機就是黏著嘛 它是可以拆 所以很好收納 它擦上去之後呢 其實怎麼吹 專業髮型師 他們在吹頭髮的時候 根本不會拿這個餅 他們是直接拿著這個吹風機的風筒 直接這樣吹 所以他們的靈感來源就是說 那這個把手根本就是多餘的 所以他們就直接把把手剃掉 直接在吹的時候 就是握住它的這個風筒 直接握住風筒 就直接這樣吹 這麼小一台吹得乾嗎 發現真的可以吹乾欸 大概10分鐘 或是頂多15分鐘就吹乾 所以就是這樣一直吹 一直吹一直吹一直吹 很快就吹乾 那你會想說 那這邊會不會燙 因為我手都抓住這邊嘛 你也不用擔心 因為它這邊其實有做一個防燙的裝置 就是防燙的處理 所以你吹太久 它這邊也不會燙 可是其實我發現這一台 有一個小小的可以改進的地方 就是它後面的這個網 它做得比較不夠細緻 所以如果有一些頭髮比較細的人 或者是小朋友的頭髮 如果他拿不好的話 他很容易就把頭髮就會卡到這裡面 所以也許這邊可以改良一下 效果會更好 然後它的那個風速很強 我來開給大家聽 一看就知道它的風速有多強 第二段 你可以看得到嗎 其實它真的風很強欸 風很強 好 記得往上吹 然後呢 而且重點是它也可以做旅行用 所以它出國也可以 所以我覺得這一台真的是 但是我有點真的很驚訝 而且就是台灣自己製作的 那買這一台呢 其實它也會給你一個很小的收納袋 如果你要去健身房啊或是游泳 真的不用跟人家搶公共的吹風機欸 跟它收納起來就這麼小 很誇張 然後它而且它很貼心 它做了很多顏色 有粉紅色啊白色啊黑色 它還有跟Hello Kitty聯名 你看就這個 就是跟Hello Kitty聯名做了這個 如果有很多Hello Kitty迷 你看它這邊也有就是很可愛的 Hello Kitty的聯名款 那我覺得真的是 你放在你的隨身包包裡面 人家真的不知道你帶一台吹風機 而且它的效果真的也蠻好的 接下來第三支 夢幻櫻花粉就是這個 KINGYO的這個吹風機 它其實也是台灣的牌子 那KINGYO這個牌子其實早期 它大概有40年了 在台灣早期其實做那個 錄影機的那個回帶機 然後它後來就不斷的轉型 近幾年來就開始做這些顏值高 然後呢小資女最喜歡的那些生活用品 那這一支吹風機其實外型真的很時尚 有點很像我們大家知道那個英國的品牌 而且它的這個顏色啊是櫻花粉 然後它做霧面的 這一支吹風機啊 它其實也做到了兩段的風力跟冷風 那重點是它其實有一些附加功能 像剛剛介紹的那些旅行用的吹風機 大概就是吹乾 那它其實加了這個陶瓷的那個負離子 所以它可以在吹出來的時候 有300萬的那個負離子吹出來 所以它的護髮功能比較強 另外它在裡面還內建了一個陶瓷片 那陶瓷片可以幹嘛呢 就是熱風經過陶瓷片 它可以散發一個遠紅外線的效果 所以在吹頭髮的時候 它可以做一個頭皮的血液循環 如果有一些女生 你知道遠紅外線 其實有很多人就是做附件都會用 所以有一些女生啊 如果在那個經期以來 肚子有點悶悶不舒服 其實用這個吹一下肚子滿舒服的 因為它有點遠紅外線 那我可以看一下它的那個音量 給大家看一下 所以我覺得它很輕啦 然後就是風速不是那種亂七八糟的風 我們會把頭髮吹得很亂 所以很適合頭髮比較少 或是比較細的人使用 那它一樣可以折疊 而且附一個收納袋 所以你也可以隨時帶著走 只是這一支它沒有做雙品 就是它沒有辦法出國使用 就是在島內小旅行很適合帶著它走 最後我要介紹的是來自日本的 這個Tescom的這個品牌的吹風機 那常常跑日本的人也知道 Tescom也是他們的國名品牌 他們的這個品牌的吹風機也是標榜 就是價錢比較平易近人 可是品質非常的好 像他們有一個膠原蛋白的吹風機 我覺得也很棒 每次吹完頭髮也非常的滑順跟質量 那這一支旅行用的吹風機 是我剛介紹那幾支 算是真的也蠻輕的 而且可以折疊 另外呢就是它也有雙重的負離子 所以在你吹的時候頭髮也可以 保水的成分很好 就是有不同的電壓 110到240你可以隨時轉換 你全世界旅遊 雖然現在沒有辦法出國 你都可以使用 那我們來聽聽看它的那個 瓦數吹出來的風量 它的冷風是獨立的 像我剛剛介紹那些吹風機 就是全部都在同一個按鈕 你必須要一個手指頭慢慢的移動 那它的冷風鍵是另外設置 所以如果你覺得很熱 你可以直接按冷風 就不用手指頭很忙的 就是手忙腳亂 那我們來聽一下它的風速 有兩段的熱風 這是一段 兩段 然後這是冷風鍵 冷風鍵是要在熱風開的時候 你可以按照你的髮質 以及你吹風的習慣 來選擇旅行用的吹風機 我剛剛介紹了五款旅行用的隨身吹風機 其實各自都有各自的特色 那你知道專業髮型師NICO 如果我讓她選 她會選擇哪一款呢 如果讓我選擇旅行用的吹風機 這幾隻當中 我啦 我最喜歡 最小最輕 因為我不太會用圓書 在外面的時候在那邊吹整 我希望它是風力夠 夠集中 熱度夠 可以趕快把我頭髮吹乾 我最喜歡的是這麼小隻的 然後又輕 攜帶又方便 像我覺得每一個人啊 真的應該要兩隻吹風機 一直是在家用 一直是外出帶子走 那如果你還有什麼其他彩妝保養頭髮的問題 歡迎在下面留言給我喔 我們下個禮拜五再見 掰掰 兄弟 各位 唯一 唯一 唯一